喜欢是评判 爱是撑腰 前阵子 一对夫妻因为一碗面 炒上了热搜 两人去面馆吃面 妻子机场碌碌的 等了半个多小时 等来的却是一碗糊了的 还伴随着浓浓鱼腥味的面 妻子当即找店家要求换一碗 谁知她刚开口 丈夫就脚底抹油溜了 她瞬间来了气 质问丈夫为什么要扭头就走 丈夫却理直气壮的说 不好吃以后不去就行了吗 就十几块钱的东西 妻子强压怒火 说不是钱的事 问你为什么要走 丈夫说 我怕你对店主发提气 我怕丢脸 言下之意是妻子小题大做 这时妻子眼里已经明显犯泪了 丈夫却继续试图讲道理说服她 当她终于绷不住崩溃大哭 丈夫竟然录了视频 还把这事拿到网上说里 视频上传后评论驱诈了 丈夫不仅置身事外的指责妻子 还像个小孩子执着于对错 简直令人窒息 这完全是把人逼疯 然后笑话别人疯 说到底 让妻子崩溃的不是那一碗面 而是丈夫对自己的态度 这让我想起心里 学家武志宏说的一句话 世上最无效的沟通 就是不听讲道理 想要逼疯一个人 无视他的情绪就够了 一 伴侣之间不要说教 要拥抱 奇葩说有一期节目中 有位变手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有一次他跟女友 因为一件小事产生了分歧 他逮到女友的逻辑漏洞 逐一列出论据 试图说服对方 谁知对方委屈巴巴一句 你不爱我了 就令他哑口无言 他这才明白 自己可以用理智去打压对方 但女友需要的却是爱和温柔 亲密关系管理作者陈丽杰 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妻子有段时间 遇到一个非常挑剔的领导 尽管他对工作意思不苟 但还是得不到认可 他偶尔会在家里吐槽抱怨 但陈丽杰每次听完 第一反应就是 向妻子传授过来人的经验 不要当光做是 不会抱的老实人 要让领导看到你的结果 而不是等他自己来发现 他说的越多 妻子脸色就越难看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痛他吼道 你够了 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人生导师 而是老公 陈丽杰这才意识到 妻子此刻的需求 不是说教 而是接纳 他立即住了嘴 温柔地抱抱妻子 然后说 什么破领导惹我老婆生气 咱明天就去把那破工作词了 妻子虽嘴上说 你出的什么馊主意 脸上却露出了笑容 当他的愤怒 委屈被看见了 他心里的怒火也就散去了 不停说教 前台词就是 你不懂 我懂 你听我说 而拥抱则意味着 我完全理解你 并接纳你 爱的本质是共情 太直这道理与对错 情感的链接就无法建立 试着把爱人的感受置顶 把讲道理的欲望放一放 再理解 接纳的基础上 给予安慰 才能让一段关系 走入良性循环 二 朋友之间不要拆台 要站台 知乎上曾有个话题 有哪些时刻 你对朋友感到最失望 有个高散回答说 在每一个 我需要安慰 找他倾诉的时刻 他却选择了 对我高高在上的 指手画脚 当你遭遇这场困境 他一本正经的引经据点 告诉你 小不忍则乱打磨 当你努力了很久 却失与愿违 他苦口婆心 劝你你要掌握好的方法 才能事半功倍 他说的都对 但这只会让人产生一种 不被理解的孤独感 人在需要朋友安慰的时候 往往是最失忆 最受伤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 只是静默的陪伴 和无条件的站台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里 妄想和公彪的友情 一度让我破防 妄想因为儿子意外离世 一直郁郁寡欢 花费数十年时间追寻真相 作为朋友的公彪 从未抱着手 对他的行为指手画脚 而是尽心尽力 帮他追查事故起因 公彪年轻时因为痛斗领导 失去了大好前途 后来只能靠开出租车度日 妄想也从未评价过他的选择 在公彪跟妻子吵架 无处可去时 妄想的家是他永远的居住 作家林语堂 曾提出过一个 前后台朋友的概念 人们在前台朋友面前 需要谨言慎行顾及形象 但在后台朋友面前 却可以卸下一切伪装 迷茫无措 身心俱疲时 我们需要的 不是大喊口号 让你振作的朋友 而是告诉你 消沉一段时间也没关系 然后默默陪你 渡过难关的人 人生实难 跟那些永远 为你站台的朋友在一起 才是最好的滋养 算 不要赢了孩子 要赢得孩子 曾有个男孩 向心理学家 钱志亮 倾土烦恼 他说自己 越来越反感 和父母说话 钱志亮一直问下去 才发现其根源 出自父母 男孩学习遇到困难了 父亲总是以赴 过来人的姿态 指责他 抗错能力差 躺不住声 他刚工作时 觉得很累 压力很大 找父母倾诉 得到的回答却是 世界哪有轻松的工作 大家都不容易 你就是吃的苦太少了 久而久之 他习惯了遇事藏在心底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倾诉 换回的必然只有一堆 冰冷的说教 李美锦教授曾说 说教对孩子来说是噪音 因为当他们对父母 倾诉脆弱无助的时候 需要的只是一个安慰 有人看见他的情绪 解决他的难题 这才是孩子心理安全感 最大的来源 马依黎曾说起自己的父亲 他高一时被老师无限早恋 而且早恋对象不止一个 而是多个 父亲急匆匆赶到学校 并没有像其他家长一样 皮头盖脸就对他一顿指责 而是选择无条件站在女儿这边 他要求老师写下 女儿的早恋名单 当老师写完第一个后 父亲追问 不是多个吗 老师最终也没写出第二个名字来 最后父亲甩下一句 我的女儿我了解 我们校长办公事件 便带着马依黎离离开了 马依黎后来说 他非常感谢当年父亲的那次撑腰 那爱给带来的强大的底气 让他后来即便经历无数人生至暗时刻 依旧能够勇敢前行 卡尔罗杰斯曾说 如果有人倾听你 不对你平头论足 也不想改变你 这多好啊 比赢了孩子更重要的 是赢得孩子 给孩子温暖与理解 让他知道你会永远站在他身后 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 源源不断的能量来源 很认可这样一个观点 喜欢或许会评判 但爱永远是撑腰 亲人也好 朋友也罢 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评价 而是换位到对方的立场去共情 点个赞吧 少一些自以为是的说教 爱与理解胜过世间一切大道理